哎 大家好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的扣个一哈 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 可以哈 好 今天临时给大家开个腾讯会议啊 我们来谈一谈咱们的猎狗币啊 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又恐慌了哈 恐慌的原因呢 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微信群被解散了啊 可能人觉得说哇 项目方跑路了 是吧 大家认为项目方跑路了吗 如果认为跑路了 认为项目方跑路了 扣个一哈 认为项目方没有跑路 扣个二哈 我看看有多少人认为项目方跑路了 有多少人认为项目方跑路了 认为项目方跑路了 可以去维权啊 可以去维权啊 可以去找点事情做啊 好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我们来今天来讲一讲 讲完了我们再讨论哈 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 是咱们猎狗币的项目方 在这个币安智能链上有它的大金库 还有小金库 它的地址上总共有多少钱啊 希望大家喜欢啊 首先还是免责声明哈 不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够成任何投资 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 若事须谨慎啊 好 最近呢 有很多网友私聊我 问猎狗币是不是跑路了 是吧 为啥这个微信群解散了哈 那么微信群解散了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团队长要自保啊 因为有很多的小伙伴 一看一个月了快哈 都没有开网 那么认为呢 是项目方就是诈骗或者是跑路了 所以呢 就去报警 那么去报警的话呢 那些各个微信群的团队长就要自保 所以就是把微信群给解散了哈 那么解散了以后呢 很多人就更加的恐慌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有的人就把手里的Hunter币给卖掉了哈 你看最近哈 这两天 猎狗币又在下跌哈 那么主要是因为微信群被解散了 所以呢 很多人就恐慌了哈 所以呢 就卖币了哈 但是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哈 那么今天呢 我问了一下电报群的客服哈 今天就是7月25号哈 我问他 猎狗币项目方没有跑路吧 然后他就 客服还在 还是在线的哈 这个客服叫Robert哈 他说您好 尽情等待即可啊 那就说明这个猎狗币的项目方的客服呢 这个叫Robert呢 今天还马上给我回复了哈 说明呢 大家还不需要太焦虑啊 那我们就这个尽情等待哈 因为他如果是完完全全的跑路了 那这个肯定他是不会回复的哈 说明他还没有跑路啊 好 那我们看看他这个猎狗币 他这个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这个币安智能链上有多少钱哈 首先呢 我们是通过他这个猎狗币项目方 自己公开的一个数据哈 就是他的搬装套利地址啊 USDT USDC BUSD和WBNB 还有主流大额套利 套利出1 套利出2 这几个地址 这个红色的是最新的哈 因为他这个地址隔三差五的 就会换一换 那么今天呢 是给大家看一个最新的地址哈 就是这个红色的哈 那么通过这些地址呢 再去追查他的币的走向 那么我们就可以查到他在币安智能链上 几乎所有的就是金库的地址哈 大家猜一猜这个 咱们在咱们这个猎狗币的项目方在 这个币安智能链上的金库哈 包括大金库和小金库 总共有多少钱哈 大家可以在留言里留一下哈 认为一千万美金的就写一千万哈 认为有五五千万的就写五千万哈 认为有一个亿美金的就写一个亿哈 认为有五个亿的就写五个亿哈 大家猜一猜哈 总共有多少钱哈 就是币安智能链哈 我们还没有算他在这个以太坊链哈 我们只是算他在币安智能链哈 总共有多少钱 总共有多少 多少美金哈 我看有写有些多好的都有哈 好我们根据这个地址来查一查哈 那么查的结果呢 我昨天查了几个小时吧 然后就查到了这些地址哈 大家能看见我的屏幕吗 这些地址呢 就是咱们列狗币项目方在币安智能链上的大金库地址哈 那么第一个呢 有六千九百万哈 第二个呢 有一亿四千一百万 第三个呢 有三百万 第四个呢 有一亿六千五百万 第五个呢 有五百二 有五千两百万哈 然后你把它整个一加 我大概算了一下哈 总共是这个六亿五千七百万啊 美金啊 这就是咱们列狗币项目方在币安智能链上的大金库地址哈 另外呢 还有一些小金库地址 就是在一百万以下的 那么一百万以下的呢 总共有四百多万个哈 有不同的地址哈 那么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哈 所以咱们列狗币的项目方 它的这个夹子机器人的搬砖套利啊 是真实的哈 它的资金呢 也是充足的啊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不开网啊 或者为什么微信群解散了 第一个啊 因为官网时间比较长嘛 差不多一个月 很多人呢 认为跑路了 所以呢就去报警了 那报警以后呢 这些团队长为了自保 就把这个微信群给解散了啊 然后很多人一看跑路了 就孔光性卖币 肥币价又跌了啊 但是呢 电报群的客服呢 还是在的哈 说明项目方呢 并没有跑路 然后今天我也给大家看了 它的资金量 也是非常的巨量的资金啊 那么在币安电商的资金 超过六个亿美金啊 这还只是我查到的哈 还有很多可能没有查到 所以呢 那些 被黑客盗走四百万美金呢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目啊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啊 那么为什么没有开网呢 一个原因呢 可能就是说 他这个啊 要重新搭建一个团队 这个需要时间 另外一个呢 有可能是被朝廷收编了哈 就是跟这个plus token是一样的哈 所以呢 可能是朝廷不让他开啊 那么以后呢 我估计还是有机会开的 那么就是要给朝廷干活 那么他的这个 猎狗交易所呢 可能需要上朝廷的这个叫什么 数字人民币 或者叫数字人民币的稳定币啊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好 今天给大家做个演示哈 就咱们刚刚说的这几个链上的地址啊 给大家见识一下哈 这几个地址呢 都是资金是天量的资金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看一下这个 好我们先输入第一个地址啊 好这个地址大家能看见吗 能看见扣个1哈 这个叫Linux 21 D45哈 刚刚从我们那个 套利机器人给链接过来的这个地址哈 大家能看见吗 能看见扣个1啊 能不能看见 是不是啊扣个1哈 你看这个地址上你看有 六千八百六十六六八万八千八百六十三个美金哈 你看他的套利哈 他的套利啊 你看20秒38秒都在往外转 BUSD USDT 以太法 是吧 USDC 你看见没有 然后又有进的又有出的哈 那么这是我们查到的一个地址 根据那个套利机器人哈 然后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地址呢 你看这是多少 一一一一亿四千五百万个 看到了吧 这个地址哈 大家把这个地址呢 都收藏一下啊 我把它发到这个咱们的聊天室啊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把它放到观察钱包哈 这都是咱们猎狗币的项目方的地址 啊 啊 这么这个有一亿四千五百万个 你看看他的这个 呃 套利 你看见没有 4分钟 5分钟 18分钟 你看 有进来的USDT USDC哈 也有出去的哈 进进出出哈 非常的活跃 BUSD啊 看到了吧 这是一亿四千五百万个啊 下面这个 5千五百万个哈 也是同样的哈 啊 有USDT USDC BUSD 看到了吧 都是 25秒钟以前的哈 一分钟以前的哈 非常活跃哈 再给大家看一个哈 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哈 有进有出的 你看 不停的在套利啊 这个例子上是580 22万个哈 优哈 非常的活跃哈 好 大家把这个地址都记一下哈 记一下 然后呢 你要是觉得 你要是觉得这个啊 觉得无聊了 就查一查这个地址哈 观察钱包的地址哈 看看他有多少钱啊 我把他一个一个的打到聊天室啊 大家给他保存一下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哈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B是还在的 只是看他什么时候开网了 而且电报群的客服呢 也是说耐心等待哈 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要想去维权玩一玩也可以哈 哈哈 要去报警呢 做这些无聊的事情也可以啊 好 那还有一些小金库地址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些小金库地址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有31万个哈 同样的很活跃 看到了吧 同样是搬这几个币哈 BUSD DAI USDT 还有USDC哈 以太坊啊 都是这么几个币种哈 这个是另外一个哈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DAI 这个有DOT哈 ADA BTC 啊 就是这么几个币种呢 来来回回的进进出出哈 所以咱们的项目方呢 是有真实的套利啊 好 大家可以发言了哈 我给大家开麦哈 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如果觉得下部方跑路了 那就请你去维权啊 请你去维权 没关系哈 没关系啊 呃 陈鱼智是吧 对 对 哎 你有什么问题 你好 大网上 大网上 那个就是我想了解一个问题 就是你确定这些地址是列狗项目方 架子机器人的地址吗 不会是其他的一些别人的和列狗无关的一些地址吧 不会 没有谁会把钱打到你的地址上面 你要有钱你可以打给我的地址 不是我说的这些就是这些地址怎么能证明是这个就是列狗项目方的地址呢 有什么就是证据证明就是列狗项目方的地址呢 不会是别的别人的架子机器人的地址呢 谁的架子机器人 就是别人的 假如说有可能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 就是这些地址和 就是列狗机器人的架子机器人 没有关系呢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人 别人的呢 不可能 Btron没有谁有这个技术 他要有的话 他也肯定就出来做项目了 你看市场上还有哪个项目有这个夹子机器人的功能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听说过 哪个项目有夹子机器人的 没有听说过 就是没有听说过 是没有听说过 列狗是第一个 别人全部是访盘 别人 别人没有什么问题 别人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你就耐心等待 嗯 这个等待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我们以前做了一个项目叫plus token 结果跟朝廷合作了 我们一等就等了三年 等了三年 但是呢也是很快要开网 估计在今年年年底之前 所以咱们这个呢 有可能会跟plus token那个差不多一块开网 如果是跟朝廷合作了的话啊 反正就是耐心等待就好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再说几句 就是plus token的话 当年我也做了 当年也是有很多这个钱没拿出来 但是我这边现在没有 没有得到什么任何关于plus token的任何消息呢 你没有看那个最近出了一个叫阿联吗 吴惠联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这边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了 你可以加我微信 我给你拉到我们的群里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我跟你 怎么加你微信呢 怎么加你微信呢 我跟你在聊天室留言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我的微信号啊 你可以加我啊 好的好的好的 正好我这边那个就是做那个 token 就是当年我们也做了 就是我的团队的话 大概也得有个 也得有个三十万邮左右吧 但是现在就是没有任何消息 就是因为我们上面的领导人已经 已经不干了 也联系不上了 现在是这种情况 嗯 你就加我微信吧 我给你拉到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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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叫什么 超跑 老股市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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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吧 您辛苦了 总是为我们 总是为我们 去分析每一个地址 每一个 每一个 对啊 我觉得 对啊 有没有跑 有没有跑 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您讲的 这地址都是非常确实的 那现在我有发现到我们那个 那个当初那个 那个 猎狗投资进去的那一个 就是我们有合约90天 就可以解除嘛 我觉得 项目方 应该会把那个 就是 因为项目方 跟猎狗机器跟那个 我们合作那个是分开的嘛 是吗 是不是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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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耐心等待就好了 你那个做了plus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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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有 ok 你要做了plus 那token你就知道他们是很像的 他的搬钻套利的手法都是很像的 对 对 好 老伯师谢谢 好 好 下一个这个是谁 嗯 嗯 宋国金 是吧 老伯师你好 老伯师你好 是的 嗯 我听说你们刚才说plus有可能会开网 我是做ICC的 ICC好像切个阶段就是咱plus会员 如果打听说是plus会开网 说好像是ICC也能开网 这个 消息 嗯 是不是也有 也有可能呀 也有可能呀 啊 你说的那个我没听说过 我们只是 有一些关于plus token的消息 其他的项目 就不是很了解吧 嗯 对 哦 我想猎狗币这块 说的 比较相信 猎狗币 就只能耐心等待了啊 等到估计 如果他如果最近不开的话 可能就是要等到plus token 开网的时候一块开吧 可能是 有可能是被朝廷给收编了 因为他 官网的时候也是628 跟plus token是同一天官网 哦 对 对 谢谢 请 谢谢 姚哲赐 啊 你辛苦了 美职 哦 谢谢 下一个 李伟是吧 你好 刘博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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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上一次跟你讲 我说这个628 拿着628怎么这么巧合呢 也就是628就关掉了 对 今天晚上我进来的比较晚 你前面讲的我没听 我刚进来一会儿 我刚进来一会儿 按照你的这个思路来走的话 那坤哥跟这个星辰大海 这个星辰大海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在列国币项目里应该是 应该是 不算什么主角了 不算什么主角了 不算 他们 我跟他们 我跟他们有一些沟通 就是说 他们也不清楚 项目方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他们也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 受项目方下指令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所以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他们只是一个合作方 像张一说 坤哥呢 他是可能以前做过一些区块链项目 可能机缘巧合认识了这个列稿币的项目方 然后呢就是由坤哥呢负责做市场推广 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啊 还有币子啊 都不在坤哥的手里 都是在真正的这个项目方的手里 所以他现在坤哥呢也是没有头绪 所以也要等项目方的通知 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项目方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猜测 他跟plus很像 也就是plus的原创团队 对 有可能是 有这个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不太可能有这个第二支技术团队 然后他们的这种套利的风格啊 跟plus是一样的 就是说 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大概率呢 还是跟plus是同一个团队 而且他们官网呢也是同一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这个机缘巧合了 应该不是巧合啊 因为我上一次跟你谈这个事的时候 我也觉得好奇怪 28号 为什么是6号 为什么是6号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如果说是 假如说是plus的原创团队的话 那他这个黑客攻击 要是不是自己在制导自言 这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这个黑客就相当于 你以前有做过plus吗 我做过了 我已经煎熬了三年了 相当于这个内鬼或者叫这个高管 有点类似于plus的那个赵盛的这个角色 可能也是奉朝廷的命令 我也这么想 去搞他 我也这么认为 他可能又是类似于造成的这个角色在里面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plus的原技术团队可能是觉得plus这个项目被朝廷掌控了 所以他们这几年也没有做什么别的项目 所以他们就决定做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套利 也就是做一个裂狗币 有可能想独立出来 结果又被朝廷给摁下去了 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你这个思路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也对 如果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话 那个裂狗币的重启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有希望 因为钱都在我刚给你看了 有6亿多美金在币安智能链上 所以给我们发收益 钱是没有问题 而且他现在每时每刻还在套利 每时每刻 我们给你看一个他的USDT 他每时每刻都在套利 你能看见我的屏幕吗 看得见 看得见 你看他每时每刻都在套利 你看见没有 非常的活跃 所以他的这个服务器 都是在正常运行的 看都在套利 现在是用USDT套利一个山寨币 叫做MS token 你看 还有个CTN token 你看 都是在套利 所以他的服务器 都是在正常工作 说明只是这个出金的通道被关闭了 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分红了 但是他还是在赚钱的 所以还是有希望开往的 不是说这个黑客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个 这黑客已经找出来了 为什么没谈头 没谈头 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黑客有什么背景 说不定是朝廷派来的人 说不定是不让他开嘛 要等到 比如说数字人民币出来 给朝廷去推广嘛 才让他开嘛 也有可能 但也快了 也就是今年年底以前吧 不会拖到明年的 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也有消息说要等到明年3月份到4月份 这个难说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拖那么久了 因为关键是二十大 只要这个朝廷 这个皇上 胜利连任的话 他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现在主要是开二十大 他怕出什么意外 所以应该在二十大以前呢 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 不是 我听到的消息呢 是那个说 普拉德开往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 哪三个呢 哪三个呢 就是他这个法律方面 法律这边 区块链的 区块链的 法律文书要出来 因为我现在没有出来 对吧 还有另外两个就是 国家一个政治 国家一个政治 还有这个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事 这三个事应该都应该是在 明年的 明年的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大会召开之后 我倒没有听说过要那么久了 那不管怎么说 他肯定是会开 所以大家呢 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反正他会开就行了 等了三年了 再等了半年了 再等了半年 好的 好的 行 那就现在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 再见 你辛苦了 好 这个蔡俊梅 蔡俊梅有 刚刚 有 有 有问题吗 你好博士 你好博士 嗯 嗯 博士你好 博士你好 就是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如果真的是朝廷收编的话 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帕拉斯已经让很多人 家里一直打 为什么还要再做这种事 他项目方出来干什么 出来干什么 大家对帕拉斯那么有信啊 他还要再出来收割 再出来骗一次 真的是很搞笑 很搞笑 哈哈哈 现在说不清楚啊 我觉得现在朝廷把所有的区块链项目 全部都弄死 然后呢 就是等到这个朝廷要推他的数字人民币的时候呢 再让这些做区块链项目的人去推吧 应该是这个目的 现在就是不让你玩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为什么前几天 那个 那个什么他们 市场推广团队一直在推列人啊 然后什么 什么生态那么多 那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这两天全部都解散 哈哈哈 因为不是有人报警了吗 所以他们那帮人怕警察抓啊 所以就赶紧撤了 所以把所有的 就是这个 他既然跟项目方可以联系的话 他为什么 不叫项目方发一个公告 哪怕你发一个公告 说什么原因 要等半年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相信的吧 也会有很多人相信的吧 这全部都是我们的猜测 那么大一笔基金啊 发了公告 就要让多少人 发了公告啊 他告诉你说有内鬼啊 他告诉你说有内鬼啊 真的 全部都是骗人的 所以就耐心等就好了 所以就耐心等就好了 你看 我给你把公告发给你看一下啊 三年又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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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公告发给你看一下 哎 都是假的 三年又三年 哎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区块链的小白 对 稍微对币圈有一点点信仰的人 都把他当成猎物这样子守候了 真的很搞笑 对 反正就跟你说咱们的币 咱们的币在链上都是很多的 然后呢 就耐心等 等他项目方 嗯 条件成熟了 就是可以开 就跟plus是一样的嘛 怎么什么都跟plus是一样的 怎么会一样 怎么会一样 plus都已经判死刑判三年了 怎么还会一样 什么还会一样 会的 就我们这些 不是其实就我们这些 跟随你三年以前 最早plus关完 要跟随你的人 相信你知道plus 你这样子 大家 还抱着侥幸的心理 那你说 跟别的人去讲这个 人家因为你 谁会信 真的很搞笑 你今天没有听那个喜鹊吴慧莲跟你做分享吗 他经常告诉你啊 很快就会开网了 太搞笑了 那是他说的 那我们这一个 那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猎狗 这一个猎狗 跟他们就 跟他们就 十万八千里 一点都不搭嘎的 一点都不搭嘎的 太搞笑了 我刚刚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查币的数据吗 这个币一直在链上在套利呢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就等一等时间 时间是不确定的 多少人被这时间害死了 三年又三年 没有什么三年又三年 太搞笑了 没有什么三年又三年 安静等待 安静等待 等大家正能量的时候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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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种话 真的是太 大部分人都不看数据的 都是看消息嘛 所以看消息肯定都是坏消息 我是无法接受 好谢谢 好 大家就是知道这个 咱们这个项目是有真实的造学就可以了 就耐心等待 你不等呢 你就去维权 好吧 你就去维权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坤哥从 泰国还是新加坡给他抓回来 赔你钱 好吧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要愿意等你就等 不愿意等你就去维权 看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好吧 下面一个许锦龙是吧 你叫许锦龙了吗 你叫许锦龙了吗 许锦龙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你好你好不是 你好你好 听到说话吗 不是 听到了你说 你好你好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项目方案 就是刚才大家其实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列口 然后到底在搞什么样的套路呢 大家韭菜已经喝的差不多了 你说你查这个数据能起到零 市面上在现在大家还在引力是机器人这块 那你给大家宣导的是这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比如 就是让大家等的 咱们项目方没有跑路啊 他还在套力呢 他要是个支援团 他简单的不是很像 那你知道 咱们没在跑路 还在套现 那你查这个数据 对大家来说安稳的话 有起到什么作用呢 他也不出来分忧 又不出来解释 您对咱们方这个了解了 其实币安这个链了 其实还在套现 对不对 套的同时在 他也没有做法 等之无息性的等 还一年两年三年还是五年了 大家都在关注 但是这上面的链 就是对啊 那不知道 您查这个有起到什么动用呢 现在呢 就告诉你还有希望了 就告诉你还有希望了 对 不是绝望了 还是有希望了呀 而且电报群的客服 也在跟你 也在跟你说呀 也在跟你说 让你等待 也没有跑路啊 对吧 这个和没跑路 跑路有什么区别呢 西区人这个我们查的地址 也很正常啊 在套现啊 但是他是他的 那就说明他没跑 说明他没跑 这个机器人板块 又不是他一个人在搞啊 说明他 就是他一个人在搞啊 还有谁在搞 你告诉我 还有谁在搞 那你说机器人现在好多的板块在在搞 你说他搞这个机器人是的 他在套现 对不对 不是 那您说现在的话 我还是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问了有对多了 对不对 您刚才回答我问你说再等 大家都有耐心的等 等到什么时候 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讲的话 对不对 对没有 没有 所以目前为止等待的 你不愿意等 你也可以去干别的嘛 对吧 你可以干别的呀 没有说你就不能干别的呀 大家不愿意等 这个项目就是要等 关键就是五指金的等 现在是这样的 是 我们plus token也等了三年了呀 是吧 你还不是在等 所以说五次的在等 他是五指金的等 等不开不了网怎么办 最后来个一句话 哎呀还在等待 等待是不期限的等待 证明项目方把这个钱 那为什么不跟我们减熟呢 我们现在不用等了 把我们喝钱的池子可以我们解决 为什么不让我们减熟呢 为什么不让我们减熟呢 你问我 我问谁呀 我又不是向方 我只是告诉你 从数据上看它是没问题的 其他的就不要问我 你去问电报寻就好了 所以说您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问题围绕着问题 就有点的话 说难听的话 不中心的话 查这个数据能起到什么作用 只是让机器人大家知道 哎呀还在等 开网在操作 开网在工作 还在套力 但是他的币安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那么多U在这里面 可能更吸引到大家什么呢 对不对 等待是一个期限 对的 所以说也很理解 很难理解 这个问题 是在套钱 就耐心等吧 不要抱怨 抱怨传递负能量 让大家等得更痛苦 好吧 受折磨的灵魂 受折磨的灵魂在吗 我 我 杨博士你好 我刚才也想问 本来是 前面那个兄弟把我问了 他为什么就是 如果他那么有钱的话 他可以让玩家随时解约的呀 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解约呢 不知道 他如果是几个亿对吧 在那里的话 对他来说 玩家这么点钱 根本就不起作用 可能解约是通过那个会计团队解约吧 但是会计团队不是说了内鬼吗 所以他们可能 这个团队要重新搭建吧 我估计啊 我也不清楚 还有如果他那没有钱的话 那没有钱的话 玩家投入那么多钱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哪知道 肯定要你投钱 不投钱他不让你玩吗 是的 然后 然后 一个一个生菜推出来的话 那现在的话 生菜又不推了 是吧 到现在为止 后面的生菜是不是又不推了 啊 现在后面的生菜是不是又不推了 又不推了 推不动 哪还推得动呢 那韭菜也不能那么割呀 割了 割了一个马上就开下一个接着割 也没人信了呀 是啊 是就说是在割韭菜了 然后大家都不信了呀 是不是啊 所以啊 别的项目我跟你说 它是没有造学功能吗 这个项目呢 猎狗币呢 还是可以值得等待嘛 别的项目就等都不要等 百分之百是死了嘛 别的项目的话 那不是比如说不是他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方自己的嘛 那他们如果像那个宇宙猎人的话 如果是其他国家都在干的话 那现在就是又推不下去了 如果他就说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在干的话 没有我们猎狗 他还是能干下去的呀 按理的话对不对 那现在干不下去 没有哪个国家 就只有中国 什么别的国家 那都是骗人的 那证明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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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造学功能 所以机器轮 猎狗机器轮 还是可以值得等待的 但是时间就不一定了 可能一个月 如果等个十年 二十年 我们还继续等吗 你不需要等那么久了 你就看等到年底吧 应该就会有结果 我听别人说数字货币 要那个上那个猎狗交易所 那我觉得有点 我自己心里想 不是说那我自己心里想想 我觉得很搞笑 数字货币怎么 怎么会上那猎狗交易所 这么一个小交易所 来 有可能 他就是比如说 猎狗币被朝廷收编了 就是负责给朝廷 推他的数字人民币 那他就会上了 有消息被朝廷收编了吗 不现在还不清楚 要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因为他也是628官网 想到这个有点好笑 朝廷如果他要搞的话 他自己搞一个好了 自己搞一个好了 自己有这个本事就好了 没有这个本事 对 他比如说支付宝 微信 微信 自己搞数字货币 对不对 那就 对数字货币 对 你做过plus token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我没有 我才入第一年做币权就被收割了 列国说做的第一个项目就被收割了 那你以后割多了就知道了 不着急慢慢割 你肯定会 你要做别的项目肯定也被割 你做就知道了 在自由协议也被割了 在小华兄也被割了 在小华兄也被割了 每一个项目都被割 每一个项目都被割 是 我跟你说 都被割了 20万年 对 你割多了就知道了 币权 这个有这些少许的项目很少 还有一个我冒昧的问题想 要不是 要不是你投了多少进去 投了多少进去 投了几万优吧 你也投了几万优吗 你也投了几万优吗 是啊 那你有没有带团队了 你有没有带团队了 有啊 那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是很好 我真的是没有 我们做过plus token的人都知道的 这个很正常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这里还有一个pt甜粉 喂 喂 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你好绕博士你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 我跟您说啊 我跟您说啊 这个猎狗呀 这个猎狗呀 他就不叫官网 不叫官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 因为他 还能交易 还能交易 他每天还在给我们封红 他还在对接别的生态 他怎么能叫官网呢 他只不过相方 也在一直在说 他是暂停封红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和plus token 是两个概念 plus token 那是确实官网了 不能交易 无法取币 但是 猎狗币呢 猎狗币呢 猎狗咱们现在还可以交易呀 可以交易呀 交易以后变成优务 还可以提现呀 这纯粹就不叫官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plus token 在三年前的那个历史条件下 再加上他的技术 最起码他的支付技术 秒到 还有一个呢 他把八大主流货币 统一在一个货币钱包里 也就是他有跨链 多链的这个技术 还有一个 他见贷外回市场的功能 他把十多个国家的 法定数字货币 也统一在那个钱包里 另外呢 他在全球 好多国家 有那么多粉丝 他的团队 国家正是因为看中了 他这四个方面的要素 当然还有其他 包括他的理念 因为他在19年18年的时候 又提出了这个 赌败概念 包括 包括什么呀 包括什么呀 包括这个 炼油 炼宇宙概念 很朝前的plus talk 但是咱们回头再来看 三年过去了 数字人民币马上落地了 国家强征一个小小的 烈狗项目方 他要异域和美 没价值 没价值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烈狗项目方 绝对不会被朝廷征用的 他的支付技术强吗 他在全球有这么多铁粉吗 他能把一个 他能把一个 他能把一个十多个国家的法律数字 统一到他一个交易所里去吗 没有他 没有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功能 他的技术也达不到呀 他的技术也达不到呀 饶博士 他开了三个左右 一开始 他的底市有漏洞 对吧 对吧 他的合约有漏洞 plus talk 项目上的技术要比他牛逼的多 他怎么能会是plus 钱包项目 plus talk的项目方呢 根本不是 他这点技术远远不够 这是从技术方面来说 再从格局方面 plus技术方的格局 是他这么一点格局吗 你既然有真实的套利功能 分红套利功能 为什么不给大家分红 为什么 你要把五大生态最重要的一个生态 要给大家暂停掉呢 你不是有那么大强大的套利功能吗 套利功能吗 对不对 那你既然能套利了 为什么不给大家分红 既然不给大家分红 那你为什么不让大家解决 这些雇用机器人解决样 plus钱包plus项目方的格局 远远不是猎狗 狩猎者项目方的格局 能够比得上的 所以 饶博士 不要再把 狩猎者和plus talk 钱包 相提并论了 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要说的内容 好 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开网 可以分红 我觉得 饶博士 饶博士 我觉得 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啊 那你去参加维权了没有 现在还不到时候 现在还不到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到时候 等到他90天不给解约 雇用机器人的时候 我自然会去报警 我自然会去报警 因为什么 已经有人去报警 在我们中国 对 在我们中国大陆内地 不允许草币 不允许挖矿 但是我们参与 狩猎者 既没有草币 也没有挖矿 我们是去投资 雇用他的一个 机器人 机器人 这他的功能 去给我们 每天 封 就像理财一样 所以 所以 劳博士 您别笑 您别笑 我们报警是一定 都成功的 只是 但是 对 对吧 再一个更重要的一点 国家强征他干什么 另外 另外 这一刻 他更不敢提 朝廷强行正义 我敢说 帕拉斯套口开了网 他都不可以重启 我就说这些 我就说这些 劳博士 好 好 还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都到这 愿意去上访啊 维权啊 报警的 你们就去啊 没关系啊 那么如果 对于技术 懂技术的人 哎 那么你就继续等待啊 没事呢 你就看一看咱们这个币 在链上啊 这个 这个交易啊 那么我呢 是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那有的人呢 可能觉得没有希望了 那你就去上访 维权 报警 祝你们好运啊 还有谁 还有谁 刚刚那个谁 佐罗是吗 是的 是的 佐罗你有什么分享吗 你也要上访吗 还是要报警维权 不不不 首先啊 首先啊 很感激 然后是一直以来 给大家的数据分析 另外呢 关于 所谓的 文维权啊 报警啊 我感觉一点 实际意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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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就跟金唐所说的那句话 也 你投资 你赚的钱 你会不会上税呢 上税呢 不会吧 不会吧 然后咱们自己 选择的 选择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还有真实的数据在 我们还是耐心的等待 也希望 饶博士一如既往的 过上个一两天 三两天 给大家继续分析 因为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小白 对不对 是的 大家都不会 我还是希望大家 还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做恶都没有 好结果 当然 所有搞项目的人 他肯定也是把事 想要好的地方去做 可能 项目方 也有一些 难言之隐 他没有说出来 反正我们就是要以平和的 继续还是耐心的等待 也希望饶博士继续 给大家经常多分析 好了 不多说了 好 对 我也是觉得 项目方有难言之隐 要不就是有内鬼 要不就是朝廷派来的人 把他给搞了 反正就是现在 他们可能有一些棘手的问题 需要解决 或者跟朝廷妥协 或者怎么样 拿一个折中的方案 反正呢 肯定是有点问题了 但是我相信最后 他们能 能拿出一个方案出来 不会说 这个项目就 就这么没了 那肯定他这个技术还在 币还在 而且币的数量呢 在每天的增加 对 所以我想肯定他们最后 会有一个方案出来 但是什么时候呢 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个呢 就需要等待 好 又来了一个叫 紫砂朱炎的 左楼我就先给你静音了 老博士 你好 我们也是说 plus的 听了你三年了 今天呢 一直跟你这个 网上沟通一下 这个 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 我讲一个东西 我们就交流一下 我不是要问 我不是要问 你解采了很多东西 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昆哥讲的东西里面 有很高的 这个 他经过 思考的 一些技术性的含量的东西 我呢 仔细分辨 对吧 很多人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我们从正向的角度解释 就是说 我把这张K线图打开 在那天 抛了二十几个币 我们就算那个 叫罗伯塔 对吧 他平台发的嘛 他们管理罗伯塔这个 把这个币给抛了 抛了这个币呢 抛了这个币呢 价格快速下跌 断崖的下跌 在跌到很低的几步的时候 有人超级进去 你看反弹的 这个反弹的 有比较大的成交量 这个就是有超级资金了 如果没有超级资金 不会这么涨上去 然后慢慢在跌下 所以是呢 我呢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 那么有一种可能 坤哥说要跌到四个零 对吧 那么我也得观察这个事情 而且我一直在观察 有多少资金进去 今天大概有 三四百美金的这种单子 有设计章 对吧 我都记在图里面 前面那次坤哥出来的那天 有进了四千美金左右 对吧 有的有九百美金这种单子进去 就是连续进的 那么就是市场的反应吧 我们从这个量价关系 提前出来解决 所有的消息都在这上面 能判断市场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坤哥讲这个要提到四个零 我认口这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二十几个笔抛下来 有资金进去 他们拿到了很便宜的车马 如果项目方 这会买币买进去 这帮人就发大财 那么多的笔在他们手上 你拉拉开 如果我们让我们进去 就是我们比如说 允许加持字了 对吧 那么大家都去买 这帮人就发财了 所以项目方的对象 并不是针对我们的 就是针对那批草币的人 如果在这个位置进去 他们就发大了 不是一点半点的数字 因为他手上有大量的币 所以我认为项目方 这个币还在炸 你看那个第四个地址 对吧 从4.6亿个币 现在炸到了1.9亿个币 我一直在看 那天炸了8千万 后来1.2个日 后来有几千万 几千万 他为啥不是一把炸下来呢 他就是要把这个价 一点一点往下打 每一次炸的我都接吐了 对吧 我们做了个有心人 这个就是说 炒币的人跟项目方 现在如果要恢复它 是一个博弈的关系 就是资金博弈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 坤哥讲的 跌到4个0以后 如果这个机器人 还会重开 一定有买币的动作 项目方没币怎么开呢 对吧 他没那个币 你解池子也不能解 那么他这个币 也就是全在链上 他也是把权限都放弃掉了 对吧 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 他没币 这个事情是开不了的 所以有的人刚才在抱怨 这个不能解池子 他没币怎么给你解池子呢 对吧 这个是原理性的东西 我认为还得往下跌 今天在加速比跌了20% 对吧 那个钻石比跌40% 所以他们 项目方那个地址 还在往外抛 在没有市场大的资金进去的话 这个还得往下跌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量价关系 跌到有资金进去 跌不动了 项目方甚至把他那个最后的1.9% 一个地址 掏掉第四个地址 排名第四个地址 那么 那么后面还有1900美金的两个地址 后来进去 也排到前面去了 对吧 那个前100位的排名去看一下 超级的价位 就这个价位再跌掉四分之一 比如说他超级 超掉了 比如说20日 假设我超了五个日 那这个资金跌到的四分之一 那就五千万了 五千万个笔的数量 对吧 相当于他的资金 给 可以默默掉个零 那比如说我四万美金进去了 就变成一万美金了 那这个适合项目方 再来搞个影射 重新换给黑月 那既然这个价格来了 市场价格跌到这个位置 也有这种种可能 再换黑月 这种可能性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位置在炒 超级进去 但是人家那个币 确实便宜 那我跟你一掉两个零 对吧 不是一个零 再给你搞掉一个零 所以把他们的资产 炒毙的资产 给大幅度缩水 这个是项目方 跟那个炒毙的一个波约 我们很多人 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坤哥讲这个话 只暗示 他思考的路数是对的 我跟你老婆说呢 去探讨一下 那你也去看看 因为你在美国这个网站 看似比较方便的 对吧 我们从那个资金波约的角度 希望这个项目方 最多还是开 因为它毕竟套利 还是很赚钱的 为什么不动呢 他就不能告诉你们 我要开 他如果说给你们 要暗示我要开 你们这个炒毙的帮人 能割漏吗 不可能 对吧 他们的帮人不割漏 他还得往下跌 我的观点 如果还不割漏 到最后就跟他换个合约 就按最后的价位 跟他换 当然我们加辞职都没关系 他们炒毕都没加辞职 因为有一个最好的事情 如果要跑路 他通知的话 要允许加辞职 不允许解辞职 你看 他既不允许我们解辞职 也不允许我们加辞职 他要捞我们的钱 那你们加辞职好了 便宜之处加 那钱不是又往里面放了吗 他跌得少一点 他还能卖更多的钱 从这个原理上 从资金的原理上来说 应该是这么搞的 他没有 对吧 他既不能解辞职 也不能加辞职 不能解辞职 原因我们知道 为什么不让你加辞职呢 你资金为什么不让你再进去呢 他不就是为我们好 对吧 你们不要钱再放进他 他还会处理后面的事情 我感觉是这么个事情 不能说简单就是没了 当然这个可能性有 时间越长 辨数越大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从多余的角度来参考 我也不多讲了 话都讲的长了 反正就是给你劳博士探讨一下 因为大家也有几十个人在里面 我就讲这句话 好吧 老博士啊 谢谢你 你查的不错 继续帮我们查 我们就 我们就耐心等待就好了 就是我在一个观察角度 你的一个观察角度 结合起来 可能给更多的人 听到的人 可能有更大的信心 当然我这个讲呢 也是坤哥讲的 在他的基础上加上观察 加上观察 思考 就是我们一个推断 好吧 希望这个事情 能最后能成功 对吧 大家就是 大家都好 好吧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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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讲这么多了 就讲这么多了 还有谁要发言的吗 要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大家看看我们的手里有多少币子啊 手里有多少资金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没有举手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 大家早点休息啊